作为医学博士出身的在赫 因为炒股赔得身无分文 后来只好伪身于赵亚制药公司 做了一名毫无前途的推销员 而为了卖药 在赫还被医院的金院长 像仆人一样使唤 可当疲惫了一天的在赫回到家中时 又看到总是没完没了吃喝的妻儿 让他越发的烦躁 在赫还有一个当刑警的亲弟弟在毕 他平时总想着炒股发财 在赫也是受他引诱 才亏得一无所有 这天警方在江源道的小河中 发现了一具女性干尸 在毕也很快从法医口中得知 死者前一晚还很正常 隔夜就变成了皮包骨 这样的情况很是蹊跷 虽然一心只想着炒股回本的赛毕 根本不关心案情 但就在第二天 同事便告诉他 昨晚那个女士的丈夫和孩子也已死亡 而且死状与女士一模一样 考虑到他们生前 曾在江源道的溪谷中游玩过 所以警方怀疑 溪谷的水中可能有毒 于是一行人立刻前往了现场 可知力煽清水秀 水质分析也并未发现异常 这样在毕十分疑惑 另一边 赛贺正在陪客户打高尔夫球 但客户之一的金院长却呼吸急促 不停地饮水 紧接着 他又突然冲向了一片水池 并很快将自己溺死在了水中 而当赛贺等人赶去查看时 金院长已经变成了干湿的模样 与此同时 在汉江流域接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杀事件 死亡人数也不断增加 政府随即制定了相关的应急预案 并通过走访调查得知 这些死者生前几个月 都出现了食欲过度旺盛的情况 但在死亡前几天 却有着严重的食欲不振 极度干渴的表现 随后 调查小组又在一户人家发现了一名死者 并在死者所在的浴缸里 看到了多条铁线虫 医生们经营研究后发现 这是新型的变种铁线虫 它们已经进化到可以寄生人体 铁线虫原本只能寄生于昆虫 到了产卵期 就会刺激宿主的脑神经 让宿主跳入水中 以便它们从宿主体内脱离排卵 而变种铁线虫正是通过人类的肛门 或者口腔进入了体内 宿主则在日常饮食中 不知不觉为它们提供了大量营养 到了繁殖期 宿主便会感到莫名口渴 并最终无法控制跳入水中 这时铁线虫才会脱离宿主 宿主则会因为休克窒息死亡 而考虑到铁线虫可以通过蛆虫剂进行清除 医学专家们便决定利用蛆虫剂进行临床治疗 但它们还没来得及开始 一个擅自服用蛆虫剂的患者 就在医院中口吐黄漠 当场死亡 与此同时 在贺在看到有关变种铁线虫的新闻后 立刻想到自己的妻儿最近食欲有些旺盛 于是他慌忙跑回了家中 结果却得知 妻子确实带着孩子们去过江源道玩水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在贺 立即准备让妻儿前往医院 但这时妻子却突然把头埋进了洗碗池里 孩子们也随即失控 在贺健壮只能拼命控制住想要冲出去的妻儿 可转眼又发现女儿即将跳楼 于是他迅速将女儿拖回 然后抱紧孩子并用双腿夹住了妻子 这才勉强熬过了并发的时段 另一边 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并发失控的状况 人们疯狂地到处奔走试图寻找水源 他们有的跳进了公园的水池 有的甚至直接扎入了街边的鱼缸 所有城市彻底乱作了一团 末日的氛围也笼罩着全国 面对近百万的感染者 总统随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而看着眼前的惨状 这里的里长也告诉了在壁时勤 原来里长曾在一天夜里 看到有人将一条病狗放入了河中 可他不想因此影响旅游旺季的收入 便把病狗的尸体捞出埋了起来 结果才导致了惊天的惨剧 但就在所有人都无计可施的时候 一名感染者却在吃了蛆虫药后 杀死了体内的变种铁线虫 而这种蛆虫药正是由在赫所在的 赵亚制药公司所生产 随后消息放出 所有人都知道了这种特效药 接着人们便开始不断去各个药店 疯抢药品 导致这种早已因销售不佳而停产的药物 被抢购一空 与此同时 政府人员也迅速找到了赵亚制药公司 希望他们重开生产线 全速生产特效药 以满足全国的供应 与此同时 赛赫跑了一圈也没能买到特效药 前去公司寻找药品库存的他 依然空手而归 但这时他却发现收容所里已经将感染者与家属隔离开来 焦急的赵亚也只能隔着窗户与妻子交流 而就在当晚 又有成百上千的感染者并发失控 他们冲上街头不顾一切的跳入河中 一夜之间汉江上满是浮湿 然而更让人心碎的是 赵亚的特效药生产线早已瘫痪 公司代表又拒绝公开配方 想要以此迫使政府高价收购公司 这样谈判又陷入了僵局 另一边 赵亚在同事的帮助下 花高价从内部买到了一盒药 但心软的赵亚却因为送了一位母亲几粒药后 被其他人发现 补在药厂门口的人们瞬间都疯狂地扑向了赵亚 而在丧心病狂的围墙中 赵亚的希望也灰飞烟灭 同事见状又告诉赵亚 这种蛆虫药在停产前 明明有着巨量的库存 没有理由这么快销售一空 肯定是有人故意买断了特效药 赵亚听闻便开始在网上追查 哪里还有人售卖此药 结果真的联系到了一个药犯 但就在他们交易时 警方突然出现 药犯见状便将特效药冲入了马桶 赵在鹤绝望无比 幸好这时弟弟在币打来了电话 并告诉他自己知道存放特效药的仓库 原来在币一直在调查那些大量购买赵亚股票的人 并找到了一名参与购股的制药研究员 在他的逼问下 研究员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铁线虫可以向宿主大脑输送蛋白质 以控制其大脑 于是赵亚便成立了一个特别项目组 想以此开发一种脑部治疗药物 可就在他们研制出了 能寄生在哺乳动物身上的变种铁线虫后 公司却被外伤收购 项目组也被迫解散 这让愤怒的研究员们决定 利用变种铁线虫大捞一笔 他们研制出了特效药 然后让铁线虫感染人群 接着他们又大笔购买了赵亚的股票 并准备在股票涨到预期位置后 再把囤积的药物大量放出 可他们没有想到 灾难竟会发展到不可控的境地 之后 赵亚终于赶到了囤积药品的仓库 兄弟俩也立即冲了进去 但他们刚看到药品 有人就锁伤了仓库的大门 紧接着特效药也被大火烧毁 到手的希望再次复制一句 熊熊大火中 兄弟俩也相继昏厥 幸好在壁的女友及时赶到 才将两人成功救出 另一边 被阻止接近水源的感染者们 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由于到了繁殖期的铁线虫 无法进入水中 他们便全力挣扎 直接从人体内脱离 这又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亡 政府迫于压力 最终只能同意 用天价收购照押制药公司 但配方公开到制成药品 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赵亚的妻儿根本等不了这么久 幸好这时 濒临绝望的赵亚 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认为可以用仅存的原料 制作成同效药物 于是他很快便驾车 撞开了药厂大门 并持枪挟持员工 带他找到了原料 接着 赵亚又将原料 送到了药物研发团队手里 在他的努力下 同效药物很快便开始生产 人们也终于看到了曙光 而这时 即将签署收购协议的总理 突然怒撕了协议 原来 警方已经查到 赵亚的公司代表 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 他五年前便与手下的研究人员 策划了今天的一切 最终 泯灭人心的罪犯们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大批的同效药物 则送到了感染者手中 恐怖的危机也彻底解除 但就当赵亥与康复的妻儿 一起游玩时 他突然意识到 寒江最终会流入海洋 这场危机也似乎远没有结束